她被称为话题女王 一举一动总会成为舆论焦点 她被贴上无数标签 到底哪一个才最接近真实 她是来到对话次数最多的老友 外表始终强硬的她 又吐露了怎样的心声 面对制造业 她为何总是敢于豪赌 一定要赌 你都不敢去 中国的实业怎么成长 回首岁月二十载 她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感悟 我不为钱而活 为我的梦想而活 大家好 这里是对话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对话节目继续延续 对话老友记 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这位老朋友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当中 绝对是中国经济界 最具符号感的一位 优秀的企业家 她的身上曾经被贴了 很多的标签 她常常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或追捧或质疑 这位个性鲜明 敢爱敢恨的企业家究竟是谁 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 登上今天对话节目舞台的这位老友 二十年前的这张照片 当时我们的可话是 好空调隔离照 二十年后的今天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隔离已经称为 好电器隔离照 欢迎董董 很感谢这次专门抽时间 来参加我们对话老友记的系列 对话也有感情 对 这次的对话老友记当中 我们请了很多像您这样 跟对话有感情的老朋友 但是当中唯一的一项记录 是您创造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得出 这个记录到底跟什么有关 是什么 这个对话长期来 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也是在对话当中 已经相伴了二十一年 你脱口而出了我们本次 打算要保密到最后的一个记录 因为这张照片告诉了我 对 好厉害 董明珠女士 作为对话的老朋友 在我们的对话老友记当中 创下的记录 就是来到对话节目现场 次数最多的一位老朋友 今天是第二十一次的握手 真的呀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我对对话很有感情 因为每次到这来 我觉得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每一次给我带回的 这是一股力量 今天我们在对话老友记 为您特别精心准备的 一个难忘的瞬间 您仔细看 我们坐下慢慢聊 你看到当时的自己 有什么感觉啊 现在 我当时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是 其实还是说心里话 还是比较紧张的 特别是面对你的时候 紧张是那一瞬间 然后进入了对话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我就放开了 就觉得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和美好的这个愿望 都在这一瞬间 就可以释放出来 对 如果您有一个机会 来请问一下 当年这位年轻的董明珠 你很想问她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她 她当时有没有想到今天 我们能做成全世界 最好的空调 可能这是你当时埋藏在 心中的一个愿望 但是在那一刻 未必真的知道 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对 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 你知道我最想讲的是 我自己在同情我自己 那时候很瘦 我记得我从那时候开始 每年都要住医院 都会生一次病 对 我也在说 我今天刚刚讲 你说你还问她什么 我说你当时想过 今天我告诉你 已经从好空调 到好电器了吗 其实那时候 我根本不可能想到 想不到这一天 但是就是要努力去做 把这件事做好 一件事要做好 而且一定要争口气 一定要做自己的东西 对 这一路走来 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 董明珠女士内心的世界 究竟是经历了 怎样的一些波澜 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 从当年非常辛苦 也非常敬业的销售人员 一步一步成为了 打造好空调 打造好电器的 背后的这位企业家 这一路其实要说 你是最负争议的一位企业家 你会同意吗 负有争议才有价值 我们自己就一定要坚守 自己的一个原则 其实你做人的原则 就是把产品要做好 对 你不能搞偷空解雷 所以这也是一路被争议的 比如说我们曾经公开信 投诉 质量不合格的企业 要国家要进行严打 这在一般常常 他是不会去做的 那你为什么做这个恶人 人不想冒头 这个跟你没关系 你为什么去做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智障 我们要走向世界 我们就应该要拿刀刃相对 一定要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你不去说 都不去说 就利弊去除良弊的事 让会越来越严重 对 所以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你身上就被贴了很多的标签 那今天现场还有你的两位老朋友 以你们对董明珠女士的了解 你觉得身上被贴的这些标签里 有没有像他的 站在不同的维度 其实都恰如其分 那我呢因为 他喜欢 我呢因为关注这个中国整个的家电行业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这个时间了 从九零年开始工作 就是在关注 我觉得如果要我用一个标签的话呢 我可能会说是这个行业里 最较真儿的一个人 跟技术较真 跟这个产品里面的所有的细节较真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做这个铜管 中国做的最好的 他也跟所有的空调商 基本上他们都共铜管 那有一次我问他 我说你站在一个供应商的角度 为什么格力的空调最好 他说因为格力的那个空调里面的那个铜管最重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偷空减料 偷空减料 这个事情你坚决抵制不去做 其实很多时候是消费者看不到的 刚才秦老师讲了一个铜管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的空调里面很多是塑料件的 其实塑料件里面太有讲究了 我们用回料就两千块钱一灯 但你用原料的话 可能要一万五千块钱一灯 我选择两千块钱 那我肯定就有钱赚 我也可以打价格战 但是我后来跟我们的技术人讲 我说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偷空减料的事情 一定要用最真实的材料 虽然他看不见 那你如果说今天坏了 明天坏了消费者去修 消费者就要承担 这个意想不到的成本 现在有时候修空调八九百块钱都有 那时候我觉得你对消费者是一种伤害 我当我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就在伤害自己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上当受骗以后 再也不会用你的产品 董总呢 他是了解用户需要什么 反射回来的 中国的空调 他之所以今天走到世界上的舞台 能做到销售第一 使用第一和出口第一的话 这个与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界 不打价格战 这个是分不开的 董总我记得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到合肥通用所来跟我们谈 他来谈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是空调技术规口和这个行业规口单位嘛 做检测的 做检测的 是 所以他对我们提出来 他跟一般的厂家呢 就是提出来正好是相反 一般厂家可能我在猜好 就说能不能标准给我们放宽一点点 就是董总提出来呢 就是对我隔离的产品 你要沿上加沿 所以这点呢 就是我们很敬佩他 但你整个行业呢 一直都是高品身往前走 因为我以前也关注质量 但是我只能就是说提要求 对 他还不能很认真的落到位 那我们技术人士维也是有问题 总认为我找个关系 我找一个检测机构的人 你给我放一码 都是放一码是一个常态词 对 放一码找找关系 有时候比如检测产品有点瑕疵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我还比较追从这个质量完美的 是 所以我上了以后 我就马上去找到理院长 我说我们的产品来了以后 你要用鸡蛋挑骨头的这个方法 来找我们的问题 就是合格了 你都想办法能找出不合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认为合格的情况 你还能挑出我不合适 让我们进一步提高我们的 设计水平和我们的这个检测水平 所以当时我跟理院长也当时的表情是觉得有点 吃惊 就说按他讲他跟我也认识 但是我们不是很熟 因为那时候这块我不管 但是他没想到我去跟他提这个要求 我们就由此而打开了我们的这个感情 真的 对 以往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我们列出的这些标签上的你 可能看到的只是你的某一面 我是一个对产品 对工作 应该说是希望追求完美的 追求完美的工作狂 可以这么说吗 狂也可以吧 因为没有这种狂境的话 你河南真的是做成一件事 就像刚才讲 我从95年一直住医院 每年到11月份就住医院 一直要我住了连续12年 天哪 真的那时候我就在想 就你在这个位置了 你就不可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你后面牵涉了整个一个企业的命运 勇往直前的这份勇气 确实是很让人敬佩 某一次我们的对话当中 你也提到过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一种感觉 看一看当时您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们要具有这种挑战精神 其实制造业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 过去有人说一句话 前世造了链 今次做工业 就是形容我们做工业是很辛苦 不像搞投资 投资可能一夜之间我就发了才 但做制造业要一点一滴滴去把它做好 而且要为中国 我们企业的发展 一定跟我们国家的强盛要连在一起 制造业这么辛苦 但是我们看到你并没有离开 而且还越钻越深 越做越大 那可能我们有人就要赚快钱 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对 你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如果我们中国制造部崛起 我们怎么能走向世界 什么赚钱做什么 最后我们失去了自我 曾经有一个 我看到一个视频 有一个这个售后的一个安装工 他说我们最喜欢回收蛤蜊 它里面的铜 真材实料是吧 他说铜都可以赚很多钱 我现在见到无数个人都讲 我家的蛤蜊困厂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还在用 都没换 不用换 对 而且你们在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其实把蛤蜊已经做到了中国行业的天花板了 但是没有到天花板 永无止境是吗 技术是永远没有天花板 我们说物质匮乏的时候 那时候是有风扇 第一个你的想法是什么 风要大 但随着空调出现以后 大家要冷 但后来就空调病 你就要思考的是说 怎么样解决这些痛点 所以我们技术就不断升级 我们做到了现在独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 用风不吹人 看见你说 哎呀 还不是容易吗 风往上吹不就得了吗 对 不是的 原来你们的空调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的结构全部颠覆掉的 所以我的技术人跟我讲说 这个难做 从上出风做不出来 因为你们的结构全部颠覆掉了 过去的空调是从后面进风 前面出风 就这么二十公分 而且那个时候风可能基本上就直接对着人吹了 对 只能这样对着人吹 但我现在风是 两米高的这个空调 你要从上吹 从下吹 这个长距离 你的风 冷量 功力 等等 都要发生变化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们的冷气是往下沉的 把整个全覆盖以后 实际上房间里面没有温度的死角 它没有对流的这个需要的时候 实际上更省电 然后暖风呢 又是从往上跑的 对 所以我就把风上下出风 所以你的出风口是往下打 对对对 暖风就从下面出来 往上走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 讲起来很简单 我们研发了好多年呢 就这么一个技术 您在空调领域 一直都在执着地探索 但另外一方面 似乎努力地在撕掉 自己身上仅有的空调的标签 当然 现在已经是好电气隔离造 您之前去年的五月份 还提到了一句话说 隔离现在被空调绑架了 好像我们很着急 要撕掉这个空调的标签 我们能撕掉吗 好电气隔离造 绝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是一个承诺 未来这个智能时代 大数据时代 我们一个家庭 今天一装修 我去买隔离空调 然后买什么冰箱 买什么洗衣机 对吧 如果我全套为它服务的话 那又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所以就我们要思考 就是怎么样来把这个 所有的家庭的电气产品 做成世界一流的 而不仅仅只有空调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追逐 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那怎么办呢 你看有冰箱做了几十年的 洗衣机做了几十年 你隔离才起步 是不是就晚了呢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宁可慢 我也要做得更杂实 更稳 比如说我们冰箱 传统的冰箱 可能买个肉放进去 觉得肉没坏 但是拿出来 肉已经没有营养了 为什么 营养细胞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冻肉不好吃 新鲜肉好吃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 我们要做冰箱 就要做到肉拿进去拿出来 还保持它的营养成分没变 所以我们就做了顺冷冻的技术 这研发的都是 讲讲也十多年以上了 十多年了 对 那我们终于做成功了 所以你要去研究 所以我不济于快 但我更求稳 但您对这个慢的容忍度有多大 因为大家看到 在2022年上半年 半年报当中 格力电器的营收是900多亿 是吧 70%以上 还是来自于空调的贡献 问问秦硕先生 你觉得格力 要摆脱人们传统的认知 说它只会做空调 但是它到这个世界里 能行吗 它这个空调的商标 你觉得是撕还是不撕 能撕还是不能撕 格力空调 在消费者心智中的种下的果资 太丰硕了 所以消费者的这个 根都扎得很深 品牌联想 品牌资产的 马上就是想到空调 因为原来的心智太强了 要进到这个里面 那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且有的时候 也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 比如说在当年的 整个空调崛起的时候 供不应求 但是当时很多 罗布快乐不洗腻 质量不好 但大家只要是买了格力的 都很放心 但是在今天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触发点 爆点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 可能就是格力 接下来面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我觉得秦硕先生 还是比较含蓄的 但我听出的就是 艰难这两个字 对 他讲得很真实 对 你不仅要把冰箱洗衣机 做好 关键他要把他已经 根深蒂固的 对 一空调就想 就是格力两者 对 就像我们比如说 某某人叫什么名字 突然里改了一个名字 的时候他觉得 脑记得是那个名字 是 他不适应 所以这需要有一个时间 但是我很有信心 因为从我现在市场上 反馈的情况 只要用上格力洗衣机的 几乎是没有反 就是擦平的 比如我女孩子喜欢丝巾 你放心 把它格力这个洗腹机里面 皱得进去 平得出来 因为以前没这个技术 他没想到现在有这个技术 就你要赖得住这个寂寞 让更多人来认知你 所以你现在是希望 大家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格力 并不仅仅是 不一样的洗衣机 你还有不一样的电冰箱 不一样的储能 我到底该怎么来 认识格力 其实我觉得 这是要分开的 两个板块 一个就是消费板块 他只要买电机 就想买格力 其实我们要把它 真正能转化它 成了一个生产力的时候 是消费者愿意去 套钱买你的 你才能成功 对 那么这个板块要做得好 就是说我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工业装备 那你保证你的消费品是好的 是消费者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支撑它呢 这引出第二个话题 比如疏控机床 我们现在疏控机床 加工的这个零部件 可以一根头发丝的 三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现在已经开始出口 而且我们给一些 顶级汽车行业的 这个汽车里面的部件 是由我们来加工的 当时因为 就是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需要 我们太多是 自己没有能力 没有技术来支撑这个点 依赖于别人 那别人说 我先不给你了 那我这空间想做好 也做不出来呀 所以我就夏天决心投 其实我们投了很多钱 投了多少钱 最少几十亿下去了吧 十年了 所以当时投了 大家也是带着 自己也自己不信任自己 对 不是我们没干过这个投他 这没了怎么办 就大家都有 但是我觉得人总 有人要去牺牲的 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去尝试 都不愿意去牺牲 那我们永远装备 要依赖于别人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十年某一件 其实我也备受质疑 你跟别人也说 狂啊什么狂 确实有一点 不光说你狂 还说你好赌 压宝 那我觉得这个赌是值得的 一定要赌 我们是实体企业 你都不敢去赌 中国的实业怎么成长 但是我们觉得在这种 不是你钱想撒 撒出去就叫做赌 不是的 你是非常谨慎的 每一步 其实我跟我们讲过 我们即使失败了 它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我失败一次 再失败 我终究是能成功的 但是实验下来 我觉得很幸运 这是连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基本上都有了成效 格力近年来 确实相对于 其他的家电企业 给人的感觉 它的边界拓得更宽了 因为很多的家电企业 至少比如说 手机是不做的 芯片是不做的 但格力摆电 生活电机以外 它还做了部件 智能制造 做了疏控机床 特别是曾经引起过 很大反响的手机 芯片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 跟它的企业的底蕴 其实关联度不大 手机其实现在全世界 也没剩下来几个厂商 你怎么能做成呢 那么刚好 这个手机又没有那么的成功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就提出了很多的怀疑 那您自己其实在做判断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基本的底线吗 你们看到我今天做这个 明天做那个 后天做那个 实际上我心中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对 包括刚才秦老师说的手机 现在我依然在做 依然在用 包括我们家里用的所有的锄电等等 可能我们都会智能化了 这就是里面逼不可少的一个 就集中到这个平台上了 对 而且这里面很多关联的东西 比如我们讲一些工业部件 那真的没办法 你真的靠进口 那国产力达不到我的质量标准 一些关键部件 那我就必须要去做 这种手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所以我觉得我边怎么说 我觉得我不在乎 比如说当年在收购银龙的时候 有人说你花了一笔巨资 买了一个老技术 那时候我就看到未来的发展 能源的消耗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那储能技术也是未来 不可绕过去的一个技术 那所以说当时买的这个企业 如果你从经济角度算 你可能很吃亏 本来是我们隔离间去设购的 因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设购成 就在这个情况下 我举债我要去做这些事 我就想搭起一个桥梁 所以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 这几年下来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好处 最重要是那时候我就考 其实我做任何个东西 我就想第一是安全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看中它 就是它这个技术 使用社命常不说 它不会起火 不会爆炸 所以它解决了我们 比如说我们汽车大型的模具 汽车里面的电机 汽车里面的电容 都跟我相关 所以看起来我们吃了个亏 但是我们反过来 给了一个平台 电机 电机也是我们现在 也是个比较长项的 自己是十几年沉淀下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 掌握了一定的 这种关键核心技术 我最近刚刚盖一个大楼 17万方 只研究电机 但外界始终还有一种心结 觉得你可能会后悔 骗了一笔钱走 但是我不后悔 但我觉得这笔钱骗着了 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因为我从来不搞投资 我也不炒股票 我也不搞资本 我也不搞地产 我就做一件实体经济 但是虽然看起来经济上吃了一块 但是刚刚讲 我打通了一个通道 如果我自己独立去建一个 储能的这样的电池工厂 现在好多都搞电池工厂 但是都靠政府的钱 所以我心里很坦然 虽然我们企业自己 我个人亏了 但是我没有坑蒙国家的 我没有靠融资 靠社会上的 来 最后这个搞倒了 反正都融资 没了没了没交代的 对吧 我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心里还是非常的 觉得自己 坦荡 给自己能过得去吧 对 但现在我觉得渐渐看到 我们看到我们开始在 后继波发 在沉淀 刚才我们在谈储能这个领域 我们特地从去年的半年报当中 找到了几个数字 格力的绿色能源业务营收占比 是2.02% 智能装备是0.21% 换句话说 您特别看重的这个新业务 其实可能还需要靠空调来养着 甚至还得养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它也不能讲靠空调来养着 相对应出去的我们的电机电容 都跟这些设备 跟我空调都是相关的 实际上是后台这一部分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有没有想到过失败在这个领域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不会 所以这个行业没有了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过去这十年 大家看格力电器净利润都增长了200% 所以对这个领域当中 你对它的利润有什么期待 我一直在讲 就是我真的是不像别人想 一做这个事情 首先想利润 我就讲这个产业的方向 应该这个产业 是提高民生保障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天天烧煤 没烧光了怎么办 就是我们把这个储能技术 现在融入到光储空技术里面 现在我们一动大楼里就用光储空技术 完全是没有能源消耗的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所在了 而我是用自己的真金白银 我去用心去再做件事 你会加更加的什么 对它的这个负责任 就是你一定坚守的 就是去做这些正确的事情 对 当年你说要拿500个亿做芯片 很多人也觉得做不成 但后来我们看到 珠海林边界 现在的这个出货量 一天比一天多 对 现在那个林边界 有人找我们说 350亿投资收回来 你愿意吗 马上我可以赚一笔钱 但是我不要 我要的是这个可持续发展 就是一个企业发展 你一定不能独善其身 就是说我企业好了 管你的国家怎么样 社会怎么跟我无关 错了 一定是你的企业发展 跟整个一个国家的 这是同步的 其实这个格力抱着空调 睡个十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制造板块 东东这个人先决性 感悟特别好 高端的时候 他那时候进了很多机密衣装 他就开始 他从模具开始 模具他觉得 做得都不理想 那么他就自己 拿买机密衣装来做模具 他发现这个机密衣装 他自己也可以做 其实这个空调的耗电 是占全国发电的 大概20%到27% 就高峰的时候 能达到27% 空调的节电是很关键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东东他又开始 去搞这个芯片 搞这个压缩机 压缩机是空调里面的 核心中的核心 包括这个国际的 ISOTC86 这个压缩机的 国际标误分委委会 在合肥所 东东是主席 现在就是这个话语权在中国 最近通过了两项标准 几十个国家投票通过 这也是中国骄傲 董总他从制造卡帛 这个东西来发展出来的 各个制造业务 我认为他是这样的 包括从高的高耗能 到低耗能 到尽量不好能 您是用这句话 留住董总在空调领域 是吗 我好像听出他心中有些不舍 因为觉得你好像 瞬间就要进入到 其他领域去了 虽然我们进军到其他领域 但并不得因为 我们空调放弃了 而且我们空调的空间更大 你还是会继续做 我们在讨论讨论去 都在讲家用空调 实际上空调领域非常宽 比如我们医疗系统的 对 比如我们冷冻冷藏的 那你这个空间太大了 研究的技术太多了 所以刚才讲 医院这边检测的 不仅是我们刚才讲的 简单的家用空调 大型重要的 特别是现在我们做医院的 深冷凝下80度的 它是各种不同层面的 像有的现在疫苗 要宁度的 然后我们食品用的 对 所以场景是不同的 要求也不是不同的 对 比如像我们现在 搞玉制菜了 这个玉制菜时代来了 那格力实际上 前面十年 我认为 今天看到开始发力了 比如我的自动装备 我们做这个生产线的 这个玉制菜的 整个生产制造工程的 一些装备 那如果我从来都没付出 没有研究 光想获取 你现在你这能做得出来吗 其实这么多年 其实好多人让我在变 实际上我觉得我始终没变 其实创新在我心里 是骨子里的 第二个对品质的要求 也是在骨子里面的 我当业务员的时候 我就天天在市场上 所有消费者反馈的小问题 我一直主张 芝麻的问题要说成西瓜大 为什么 要引起公司的重视 一定要把品质上做上去 回头我再看 我走到这么多的领域 跨进去 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豪 就是说我没有走错 虽然这一路很辛苦 付出了很多 但我觉得值得 你说哪有孙手 都可以拿到东西 那还叫什么奋斗 孙手都可以得到 还要什么困难 谁都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去做还要什么 比别人了不起 所以往往是你要去承担 去挑战这么一个过程 工业之路很辛苦 你也承担了足够多了 用院长的话来说 格力抱着空调 再躺赢个十几年 绝对没问题 那你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 还得要这么挑战自我 还要进入这么多的领域 这话我好难回答你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劝我 董姐你现在又不愁钱用 也不愁吃 也不愁穿 想干啥干啥 过去那么几年 已经为企业付出那么多 用急功进瘦来形容我 他你现在给一点时间给自己 但是我后来在思考 我们自己实践是什么 其实我的幸福就在于 每天我走一步 从来我这个还有一个特点 我不回头看 我一直是要往前看 还有很多时候 现在已经没人问我 以前想说 董总你退休了准备干什么 在你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了 我还在干 你就开始考虑退休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反过来 挺可怕的 就是你会放弃斗志 反正我要退休 对吧 而且这个体验 我想守在这儿 我很舒服啊 反正十年以后 我就不做了交给别人了 我管他呢 但是我们是为国家 要打这个百年企业 中国没有这么百年的 企业的品牌 即使有个百年品牌 它的味道已经变了 你让这个百年企业 这个品牌味道不变 一直在一个不断地去创新 拿出任何过去的一个东西来 它都是一个古典 拿出任何一个产品 都是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 秦先生您理解 这份雄心壮志吗 做工业的辛苦 不深历其中是 难以去想象的 那可以说你每天 甚至24个小时 你随时那个脑子里的神经 你都松弛不了 就是太累了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坚持呢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能有 不同于一般理解的 更大的快乐 那它的快乐就是 我不断地创新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等到我有一天 真的退休了 我觉得无悔今生 也许过去这条工业之路上 所有的苦依然留在心里 但是我们在苦当中 还得要不断地去突破 我觉得苦就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历练过 你经历过了 乐在其中 别人没有你这个经历 其实我 我真的是很坚强的 我真的 我从来不太爱哭的 但我也哭过 就像刚才秦老师讲的 你什么时候 最大的 我哭我就偷偷哭 别人看不见你 对 我不会 其实刚才今天 看到第一张照片 我就 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激动 对 二十年 就是一眼回望到了 当年的自己 人总是会有 这样的一份感慨 对 你会特别心疼 当时的自己吧 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经历了那么多 能走到今天 而且我觉得 我最自豪是把隔离电器 在我这十年 我给股民有交代 分红分了一千多亿 给我们员工有交代 不断地给他们涨工资 然后现在我还在努力 在实现我的梦想 一人一套房 那最近我们也看网上讲 董明主讲的一人一套房 怎么到现在没有实现呢 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实现 首批的三千七百套房 没有分给员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当时 是大量地继续要 一些这个 应对这个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对 我看到新闻报道 对对对 我说必须要顾全大局 提供给政府来 统一的调配使用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 再加快速度 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当然取决由我们的 这个建设 由我们进去 去拧包入住的 所以它还是要有 你不能说我们 盖一个大厦 地基不打牢 就往上盖 它还是要有时间 来实现的 此刻我仿佛听到了 电视机旁边 隔离员工的欢呼 怎么让员工更幸福 但是这种幸福 并不让员工幸福 就躺平 不是的 那我们有 对工作有严格的要求 但生活有 更精准的关爱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因为你 让世界爱上 中国造的背后支撑 就是你的人才 你的管理 你的技术 你的创新动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企业文化 除了这些 我觉得还有推广 可以更多地了解 中国造 爱上中国造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 你作为直播带货达人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除了累 不累 晚上到12点直播 都不肯下播 我站了七八个小 他们说 站那么久 那个年龄了 我的好多孩子们 他们站了 就说觉得 过一会儿就要去休息 小姑娘小伙子 有点受不了 要去休息了 实际上还是你 内心的一种追求 是那个销量的数字 不断地在涨 给了你这种支撑感吗 不是 我觉得它有这个需要 我更多的是 你能不能有 好的建议给我 然后我更多告诉你 你怎么用我的产品 对 其实它是 很让你兴奋的一个过程 2022年 您做了六场直播带货 总的销售额 达到了228亿 这个数字呢 已经超过了 隔离电器 一季度的总营收 你一个人就搞定了 这么大的一个销售业绩 那咱们回头 把销售队伍解散吧 因为好像不需要了 其实当时做的时候 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渠道 重新认识自己的定位 你是不是也希望他们都 像您一样来开店直播 当然 必须的 有业绩要求吗 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动 因为你的产品很丰富 但你守在门店里面 守在家里 守住带透 那你肯定是不行 因为现在是个大数据的时代了 对 什么样的人选 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才可以和隔离 以及董明珠 志同道合 不论是你上也好 下也好 我认为合作 就是要忠诚 就是互相之间的 一个信任 就是第一 第二个 一定不能唯利是图 第三个 我觉得就是 时代总是一代 后浪推前浪 我经常跟我员工讲 我说你们时候把我这个 你们后浪把我前浪推边上去 那别人肯定想说 那我们哪里敢 实际上错了 就应该有这种勇气 他真的能想 我说我就在做梦 我说哪天有个人来说 董明珠我可以接班了 我很想听到这句话 对 渴望着他们的成长 当然了 一定是这样的 你说你董明珠再有能力 你也就这么一点是 而你更多的 隔离能走到今天 是你有18000个研发人员 秦老师知道 那时候我一二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几百个研发人员 我就这十年之间 我们研发团队 我们的实验室 从个一两百个实验室 到现在一千几百个实验室 对吧 这都是你要去付出的 我还有个毛病 就是我们的员工 我不喜欢他们在我们眼里 说东东东东东东 讲的也好听 你跟我来讲话 就直白的很 对 有什么问题 马上拿出来 别来虚的 不要浪费时间 转了一圈都回来 还是为了这一件事 我说你都不敢讲真话 在我面前 你根本没办法 让我能够信任你 至于对何错不要紧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你连话都不讲 你就吹捧 你天天捧我 捧到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谁 那肯定是不行 特烦这样的人 可能 对 反正那个人一跟我讲说 东东东 我们绝对对企业忠诚的 只要他在我面前 跟我谈问题之前 讲这个话 这个人基本上 我就开始给他打半分了 再有几个 我就要考核这个人 能不能用了 你如果坦荡 你说来了 我遇到什么 我又解决 你告诉我解决方案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我顶着针了 问他 只要我讲到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讲完以后 他最后他赖不过来说 这个东东 我们确实错了 我下次改 我下次还有机会给你吗 一个企业 天天让你改 那还得了 所以我最后一表现出来 你们看到我很霸道 所以我觉得 人肯定是多面性的 董总就是一个 特别真实的人 也就是我今天节目 一开始说的 敢爱 敢恨 爱憎分明的一个人 那在两位老朋友的眼中 董总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要我重新 想一个标签的话 我想说可能是一个 眼睛里揉不得 任何沙子的人 这么大年龄的人 要整天跟消费者对话 做这个直播 原因是什么 刚才他说得很好 就是我想听到 他们的建议 我想听到他们的看法 所以就是说 他内心深处 一直就在想着 怎么能够好 服务好消费者 我觉得你刚才这段话 说得特别好 但一定有一个地方 董总会不认同 就是这么大年纪的人 到现在 你觉得年龄 对自己是一个障碍吗 人的身体年龄 你是改变不了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改变 我们的心态 一定是年轻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跟二十岁孩子在一起 一样能聊得很开心 反正跟老人 我也能聊得很开心 就是我觉得 我是尊重你 而且我觉得 每一次跟你们 每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实际上我都学到东西 实际上董总呢 他这个跟岁数没关系 我感觉到呢 他做事情呢 非常有激情 而且这种激情 而且就是年轻人 缺乏的这种激情 第二个呢 非常执着 一件事一定要干成功 不干成功 绝不罢休 不到成功的那一天 绝不罢休 但实际上董总也在不同的场合 也提到过 他渴望有一位接班人 刚才也讲了 对 这个接班人的条件呢 之前我看到您说 就是一定要爱企业 胜过爱自己 现在这个条件变了吗 没变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 一把手和普通人 最不同的地方 你要全身性的付出 真的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一条 你再有能力 可能把企业败家都败没了 你一定要有 百分之百的精力 用于企业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所以这是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你能不能坚守 能不能一辈子 都干这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对 我这个特质就是说 我们房产好炒的时候 你手上也有点 炒个几道房产 也不是赚一笔吗 别人很多人想说 董明志 你为什么不搞几道房产 赚赚呢 我如果我一分心到那 我还可能研究我的企业 对 那不是你干的事 所以说我就讲 我自己要有定力 我不为钱而活 为我的梦想而活 身体力行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 这份坚守和执着 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当然我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喜爱你 还有很多人嫉妒你 甚至是恨你 你讲的话 我打断你去 其实一个人最伟大的 就是因为有人恨你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在斗争中成长的 一定是有恨 因为你把一些不良的习惯 或者一些不利于 大家利益的人 你把他干掉了 他肯定恨你 他肯定就要骂你 可能要 但与此同时弘扬了正义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关系 其实我们内心 要问自己做的对 还是不对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么多年来 用你在今天节目当中 用到的一个词 我觉得很合适 就叫鞠躬尽瘁 董明珠在和格力 并肩奔跑 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成为了一个品牌 你个人是品牌方面的高手 如果给董明珠 这个品牌来做一个 价值评判和衡量的话 你会给出什么答案吗 你要讲这个 我是格力品牌的 这个运营高手 我真的不承认这句话 实际上我们就每天 做好一件事 每天信息消费者 你的品牌自然而然塑起来 什么叫品牌 品牌就是质量 加数量 加技术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刚才讲的是 鞠躬尽瘁 那是别人对我说 我当初我认为 我还没有做到 因为我还有休息天 也是你的目标 而且原来我 我每天晚上 十一点钟 是不会回家的 他现在最起码晚上 七八点钟 我已经回家了 你现在变了 现在变的原因 是因为 不是 是因为现在我的团队 逐步逐步在起来了 他们成长的 我现在一批年轻人 我一帮副手 搞技术 所以我想 其实我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但是实际上 我只是在工作当中 确实 我就希望做得非常完美 所以你希望格力 在中国的制造业历史上 或者说 在世界企业的舞台上 别人在提到格力的时候 心目当中出现的 一行字 应该是什么 科技 先进 标准 我觉得这个标准 对我还是感触很深 我觉得制定标准 就是引领这个行业 我们的标准是以消费者的 他的目标 原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需要标准 那就是标准 我觉得这是未来 我们再度提到格力的时候 所有的国人和世界的同行 他们会以新的眼光 来看待新的格力 那是格力电器 为世界打开的一片新的天空 在这里 谢谢董总 二十多年来 在对话节目当中的 每一次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 在这条前行的道路上 曾经克服过那么多的困难 奔向远方 我想这是老友记的价值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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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董总 谢谢 谢谢 谢谢